耗尽八年的青春只换来一句 爱过 浓情时的海誓山盟转瞬成空 等你颁奖典礼上的自我介绍 让无数人印象深刻 他说 我是演员看青子 他说 我是看青子的季灵晨 看青子和季灵晨的恋爱始于 等我一千万分就娶你 却指于 你喜欢大海 我爱过你 一句爱过失去了一整个青春 有期综艺 刘涛问季灵晨 你准备什么时候娶看青子 季灵晨微笑不语 看青子赶紧提的解释说 他想等有车有房了再求婚 刘涛提示道 三十岁之前你没求婚 他也就真的不想嫁了 听到这番话的看青子 歪着头看着季灵晨 眼泪大颗大颗的止不住的掉 相爱时季灵晨说 如果看青子有一百个生气的理由 那我就有一千种方法哄好他 只可惜他没做到 分不清是节目效果还是真性性 两人打扫客栈 青子问他有没有备用被子 但迟迟没得到回应 他显得总是把他的话当攻击 他反驳说 你语速太快 我反应太慢 晚上十一点回家 青子害怕就打电话 想让他去接 季灵晨只是告诉他一句 没事 应付过去 然后匆忙挂断 分开后看青子在采访中说 千万不要陪着一个男生长大 当被问到对大海这个词 还会不会敏感时 他说 当你完全失怀放下时 会把它当作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去回忆 不会有任何怨恨 我一点都不后悔 看青子合计凌晨一同出现 是小说般的名字 但最终走向了破碎的结局 一个满心欢喜做好出家的准备 一个观望再三等待万事俱备 他用青春教的成长 他用爱国缺席他的未来 总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 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 却偏偏是爱情